要在短時間內速遊Persh 最好的方法一定是參加Segway Tour 出發前導遊會先教大家簡單的操作技巧 學完就到自己親身上車 雖然第一次踩Segway 但很快就上手 今次選了一小時的河邊路線 大部份的時間都可以望到Swanweaver 看到心礦神異 輕輕鬆鬆就可以完成 但就是有點曬 不要以為我來到西澳吃Fish and Chips 好普通 這裡最大賣點是新鮮 這間餐廳的食材每天都由魚港新鮮旺度 所以餐牌上會有Today's Special 大家想吃到最鮮味的魚就記得選擇 不喜歡吃炸魚可以選擇燒龍蝦 龍蝦口新野味 每樣都鮮甜好吃 說到帕斯必試的美食一定不少蘋果酥 餅店已經有60年的歷史 但蘋果酥的人氣依然押納不到 蘋果酥不會放入雪櫃裡面 如果你要就跟職員說就可以了 蘋果酥只會以這個尺寸出售 不會幫你切開 皮非常鬆脆 用少少力就會碎 吉市長配上淡淡的蘋果粒 非常滿足 吃飽就是時候散步了 聖馬麗大教堂是羅馬天主教去當地的大教堂 已經有超過100年的歷史 教堂經歷過三次的擴建 所以混合了傳統現代兩種建築風格 去到帕斯一定要去King's Park 公園佔地400萬平方米 可以看到市景之餘 看日落更好美 其他時間去公園散步都是個不錯的選擇 今次去到還看到當季的藍花型 身體好美